大家好,我是Den 前几天有给大家介绍过 台湾跑跑选手豹哥在韩国夺冠的消息 而当时也给大家介绍过这段内容 在韩国,您的初号是台湾的Munojun 而Munojun是曾经被称为是天才卡听车选手的一个人 而这个人在您刚加入韩国职业战队的时候说过 您来韩国的话绝对拿不到冠军 如果他拿了冠军,我就剃光头 当时在韩国论坛 很多网友们都留言讽刺Munojun说大话 要他剃光头或者是道歉 结果昨天Munojun在IG发表立场了 大家好,我是Munojun 首先庆祝您选手的获胜 然后对于我的言行也有私下联络后道歉了 因为目前还有团体决赛没有进行 所以其他事项会在10月8号之后告诉大家的 对,Munojun向爆哥禁止道歉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其他事项是剃光头吗? 剃光头后明年回归个人赛 在英国Nir的话就原谅你 我个人希望能看到Munojun回归后输给Nir的样子 直接剃光头的话可以变成很愉快的回忆 现在这样突然觉得很丑了 对了,我想问一下大家 Nir的中文名字是刘场亨 刘场亨 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爆哥呢? 总之再一次恭喜Nir的冠军 期待Munojun的剃光头 在舞台上衣服突然滑落的行李 某个活动舞台上的PPG 跟平常一样第一段结束的时候 因为激烈的舞蹈导致行李袖子部分裂开了 因为妨碍跳舞所以将袖子部分丢掉的行李 10秒钟内了解情况的成员们 只是觉得这情况很好笑的行李 完美地结束了舞台 哇,辛比克克非常帅气地丢了 我当时在现场 在丢了之后忍笑的部分 真的是又可爱又好笑 最后说范范要去吃饭后 非常活泼地跑过去 辛比克去剪自己袖子的部分 真心好笑 比起别的 孩子们非常快速地了解情况的部分 很好笑 总结一下就是PPG快回归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引起韩国论坛爆笑的韩剧片段 昨天在XODIO主演的韩剧《情供孙母》中的一个片段 弄笑了整个韩国论坛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一直以来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是 只要被打下巴的话就会昏倒 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昏倒 剧中迪欧是非常争议诚实 不会拐弯摸角的检察官 而这片段是检察官绑架腐败警察的部分 真的笑死我了 在电影不是都会昏倒吗 因为在电影里看太多次打一拳就昏倒 所以能理解迪欧为什么会慌张 迪欧真的演得太好了 迪欧主演的韩剧《情供孙母》 昨天才播放了第一集 真的大大推荐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